來 也請教他這個人據 當然綠營內部有不同的聲音 就覺得說 為什麼只積壓鄭文燦 很多藍白的手掌 難道沒有什麼案子在身 沒有創政的疑慮嗎 為什麼就積壓鄭文燦 為什麼這些藍營手掌都沒事 那你怎麼看這樣的說法 可是回到鄭文燦的本身 鄭文燦的案子 從目前為止所披露出來的內容 坦白講是有一些離譜 怎麼會在這個案子都已經爆發了 而且你明明就已經知道 剪刀現在查這個案子了 然後還用這個LINE去串證 這實在是有點匪夷所思 所以你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可是也有人講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就在國外飆回來就好了 那怎麼會 不過這個說法是不是 能夠被中間選民所接受 因為從民調上來看 你認為這個案子不嚴重 絕大部分是綠營選民 認為這案子很嚴重的 藍營選民就不用講 他絕對很嚴重 可是中間選民看這個事情才重要 中間選民覺得這個案子 是嚴重的 所以這個游殷龍的說法也沒有錯 民進黨要非常謹慎的 去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朱立倫態度很妙了 小心喔 這個很擔心賴總統 接下來不知道怎麼對付藍白 那為什麼要打這樣的預防針 你怎麼看這整個後續效應 我覺得其實先不用管 這些政治人物講什麼 因為政治人物講白一點 其實都是政治上的語言 跟政治上的操作 就算對手陣營做得好 也不會稱讚啦 只要抓到就一定打 所以我覺得先把政治人物的說法放一邊 我覺得對這些前面觀眾可能想法 應該很多人會跟我一樣 就這個傳言一出來 然後進入到司法偵查的時候 事實上對這件事情 基本上都是報負面的評價 因為檢方基本上他要偵辦 他要去送機壓庭或者是幹嘛的 甚至以後要到起訴的過程 他一定要有足夠的證據 對 那所以這一塊我覺得在觀感 對在觀感上面就不好了 就已經是不好了 就剛剛林涛兄講了非常多 我其實蠻覺得就是說 林涛蠻厲害的 他的推理人力很強 為什麼他可以把報紙上 看到很多蛛絲馬跡 就抽抽抽抽出一個事實 甚至我剛剛聽到 他以為的事實 因為我剛才聽到說 偶然然後吃飯踢踢踢 坐地下踢到我白話 我也不知道這段是從哪裡來的 他那個是司法去問他 去問那個廖俊松他太太 然後他把那個筆錄記下來 他就說因為他出來就說 那你有錢有出力 他說他說他是說那個桌子 沒有關係 因為我講實話 司法調查的那個細節 報紙上寫的也不見得都是實話 除非是林涛有本事 去達到那個筆錄裡面是怎樣 所以我不評論這一塊 但你剛特別提到第一個問題 事實上他凸顯出來的就是說 各地的檢調 尤其像這個所謂積壓庭或地方法院 因為他每一個人辦案刑事風格不同 所以有些人認為該積壓 有些人覺得不該積壓 他就變成就是說 好同樣大家可能都是在貪污案裡面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受到的處境待遇 比較好一點 大家認為可能好一點 有些人就不行 我就是要要這個嘛 那你說檢方因為剛剛提到說 哇你看你這個檢方出包 我剛剛聽到林涛兄講了一句說出包 什麼叫出包 因為他的邏輯是說 檢方要提這個積壓 結果你今天地方法院就是不給不給 好你看你現在出包了 為什麼 因為你第三次壓成功 我真的必須講 食物上面這個雪偉哥應該比 一定比我知道更多嘛 就是說這種檢方要積壓 然後院方沒有同意積壓 沒有同意積壓 在司法上非常常見 我覺得不會用出包這兩個字 為什麼 檢方要提積壓 你的證據力要足夠 如果不夠足夠 你要怎麼說服法院 所以我絕對不會輕易的說 你地方法院沒有 你最後一次積壓成功了 所以你看你前兩次沒有給他積壓 就是你出包 不能用這種方式來比喻 我覺得這對司法檢調人員 包含法官 非常非常非常不公平 我贊成查泄密啊 今天要查泄密 講說檢方偵辦的這個東西方向 居然被提早拿出去 第一個該被問的就是檢察官 沒錯吧 檢察官是承辦人耶 剛剛講那個 我問一個啦 剛剛林濤說 鄭文燦知道要被偵訊了 然後呢居然有提有知道他的那個內容 還有這個這個對話 所以他在裡面 剛剛林濤兄是這樣講嘛 對 我就問大家一個 第一個 這個新聞剛見報的時候 是在當天早上九點鐘 你還記得那個時候的訊息 有多混亂嗎 一開始說 鄭文燦在機場就被帶走 另外後來才講說他是在家裡被帶走 過去正常的偵訊是這樣啦 我先發個通知書給你傳票嘛 傳你什麼時候來 我也好奇啊 在這個案子裡面有先給傳票嗎 如果有先給傳票通知他說 你哪一天要來這個案子 好國民黨現在有些人是質疑講說 你怎麼會知道要問你這個案子 但是不要來這一套啦 華雅這個案子今天第一次被談嗎 國民黨不是很多人在講說 有三個已經被羈押了 有一個被交保了 怎麼收錢 送錢的被羈押 收錢的被交保 那代表這個案子已經走很久了嘛 如果這個東西是有給傳票 告訴他說 我覺得什麼人會不會去想一個 說到底什麼案子要調我 所以如果拿這個來說 他就跟人家 所以他就是穿共 他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邏輯 你要能夠拼得起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從頭到尾沒給傳票 也就是按照過去說到機場 直接抓人 或直接到你家突然莫名其妙 怎麼來把我口罩 把你抓去問 約談談 這時候你才會才會有那個連結 就是說他為什麼提早知道內容嘛 因為你根本沒有訊息知道嘛 那我就講啊 檢方如果偵辦 按照原先媒體所所講的說 你密不透風 大家都是等到積壓廷送了之後才知道 鄭文燦被約談 那檢察官應該要先去查一下自己 要先自清一下 就是讓我今天到底告訴誰說 我的偵辦方向 不然人家怎麼知道 就你這些東西拆開 他才有邏輯啊 那你不能把所有東西全部抽起來 你看喔 因為他的LINE的簡訊裡面 有去跟秘書說 秘書有可能有跟別人聯繫 所以他就變成是這樣 等一下冷靜我打岔一下 這個案子辦了七年對不對 鄭文燦從來沒有被約談 沒有被徵刑過 那他這一次是用什麼身分去到那邊 沒有他這一次就直接就找到證據 就覺得要被告 就直接把他帶走了 帶去地檢署把他傳換 不過也有可能在徵訊的過程裡面 其他的相關案件人等 也有可能真的是有互通訊息 他就有串證的可能 沒有啦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真的要看法 這就是刑述兩件事情 這就是刑述跟檢院之間的攻防 這個新聞其實刑述兩件事 第一個啦 鄭文燦因為有跟這個秘書 有說他可能要去音訊啊 幹嘛 所以他第一個就說 你看你有講這些 所以你有串證 第二個要講什麼你知道嗎 前面要講說 為什麼鄭文燦可以提早知道 偵訊的內容 還可以跟他 對啊 他要驗證的是高院 在這一次撥回裡面 強調的實質影響力 也就是有管道 就是有門路 但他是不是完全的事實 我不敢這麼說 但最少檢方在這一次 是說服了法院說要去羈押他 我完全贊成領導主持人專案小組 我也我想問一下 就是現在國民黨響應跟呼應 你說要加入你的專案小組 有多少人 他們現在休會期間 都在等這個開會期間才要表態 我非常期待看到國民黨的人 願意去表態嘛 因為如果連刪除率 一趴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我看那個鄭文燦 在議會的朋友比你還多 這個我講什麼 鄭文燦在議會的朋友 一定比我多 因為我們是新人 這個我講 我剛剛為什麼要特別問這個問題 我贊成林濤查嘛 為什麼剛剛提到說 所有的都查 因為老實講 真的要這樣子做的話 我其實完全贊成嘛 剛剛林濤的那個義憤填膺 完全可以感受到 他的正義領導案 但是你要先說服 你的國民黨朋友 因為過去這八年期間 我也沒看到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 有針對這些案子提出些什麼東西啊 可是剛剛比如說 你剛剛提到說 像這個這個王毅川啊 因為王毅川是質疑講說 那這些案子是不是要把朱立倫弄 就是也要去查清楚的原因是 我後來我找了好久 這是金周刊在2011年的當時 這個之前的時候的一個報導 其中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王毅川引述的其實是來自於 這篇報導裡面啊 他提到有一個叫做廖 廖俊松的人在這裡 廖俊松應該最近很有名嘛 就是剛剛這個廖姓企業家 他以華雅科技園區為例 說當時朱立倫為了要這個獎勵 就是剛剛這個這個 林桃所講 所以朱立倫上論之後呢 又放寬了很多 又設立單一窗口 然後指示這些東西 要讓他快速這些東西 我不會去連結說 朱立倫你放寬這個 就是為了要拿錢 我不會去這樣連結 廖俊 而且你看這個報導裡面 還特別提到了什麼 大家往下看一下這一個地方啊 他甚至還提到了說 我這一塊地的部分有沒有 設立華雅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研發中心 還提到的時候 你看以華雅科技園區來說 就是因為山坡地的建造限高解編了 所以他得以解套 我也不會說 因為他這樣講講 我就去質疑朱立倫嘛 但是如果今天要這樣做的話 那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裡面 如果今天講說相關的人有關的話 這個是102年8月27號所開的會議記錄 其中框起來地方 全部都是在談華雅科 全部都是台公務 如果今天要擴大 我贊成 而且我也請求林濤議員 麻煩找一下當時的主席 李主任委員洪源先生 副主任委員蕭家綺先生 因為這些人其實都有過這個案子 所以我其實覺得就是說 我反對連連看 真的要擴大真的拜託 但你不要說只針對鎖定一個人 就像剛剛那個照片裡面 大家講說你看啊 鄭文燦你今天搞這些東西 大家看不見朱立倫也會掉了 看不見朱立倫 不好意思我這看到鄭文燦 他其實沒有意義啦 還是回到這個案件的本身 鄭文燦現在本人確實 因為這個案子 而且檢方說服了地方法院 然後讓他給羈押了 鄭文燦必須要自證清白 但是桃園議會要不要查 我真的贊成林濤 趕快組成國民黨議員 欸議員沒那麼難找啦 修會期間也沒這麼難找 趕快先把國民黨的團結起來 響應林濤 不然到最後唱獨角戲很麻煩 你知道嗎 因為為什麼 你這樣會變得是別的 林濤這麼的這個清高 會不會其他國民黨議員有問題 所以不敢參加林濤的這個會 你這個會讓人家有這種聯想 你出於你而不然 沒辦法啊 不是 因為你看這個會要查的 總金額會高達兩三千 我贊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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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千億是連你老闆都查 沒有 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呂秀蓮 今天吳志陽或是朱立倫 這些人都沒問題 可是為什麼今天鄭文燦會被查 他拿錢啊 五百萬被檢調 有搜索到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不是 那個司法調查已經在調查了 那一塊其實真的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議員沒有司法調查權 那一塊真正要釐清是我完全認為 那是檢調該做的 但你既然要查的是針對 市府裡面現在的東西 因為司法調查不是議員 議員連立委都沒有司法調查權 所以議員現在要查的是針對市府裡面 所以我其實贊成啊 其實我完全沒有反對 大家聽到我剛剛從他講 我就是鼓勵支持 而且我完全挺你 林濤應該趕快去說服 國民黨的議員們加入你 而且要快喔 否則你會讓同黨的議員 陷入一個困境是人不跟你參加 是不是因為人也在裡面 我們就表演 這個很可怕你知道嗎 他們就要直接表態 因為我已經拋出來這個了嘛 所以九月中大會 我覺得那個表決會非常精彩 一翻兩翻演 有舉手的沒舉手的 對不對 好查到底